宋徽宗1082年到113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帝 他是宋朝第六位皇帝 是一位六朝末代国首 由于他对女色的追求 宋徽宗经常被视为一个好色之徒 在封建社会中 皇帝和贵族是拥有极高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物 宋徽宗与他的皇帝前辈一样 享受着来自所有权力和财富的好处 然而宋徽宗的私人生活却相当引人重 即使在他被金朝俘虏的困境之下 他仍然保持他对女色的渴望 宋徽宗有许多妃子和妾室 以及众多的是女 宋徽宗对女色的痴迷似乎无时无刻都存在 他总是唯恐错过自己的机会 他总是潜心于自己的性生活 希望扩大自己的后裔 这使得宋徽宗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贪色皇帝之称的人物之一 是